无私奉献乐写师为手球队贷款百万助学生练球 插进来 跑过来你会折磨的 全程盯场看着这些学生们练习 他是乐写老师谢在心 我是因为不想开晨会 所以我就直接去找当时叫做训导处 我就跟张主任说我要成立手球队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因为炒创 所以就很简陋 后门也没有球场 就这样在操场旁边练 学生第一次看到球门是去比赛 除了手球比赛 巧克力球比赛也去 从来没赢过 总共零胜26败 那唯一有一场快要赢了 因为那场赢的人也不会晋级 所以对手就弃全没有来 唯一的一胜就这么飞了 无形插流成立球队 但第一赛最需要还是经费 为了孩子气的心情 自掏腰包 贷款两百万 那一届的小朋友是2012年的小朋友 就七个小女生 但是这对女生就是打得特别好 讲完隔天就有两个小朋友 红着眼眶来跟我说 老师我要退队 我说为什么 妈妈说买鞋很贵 家里买不起 你不要打球 那没有办法就这样看小朋友放弃 不止贷款系的新走遍大理区国高中 说服他们成立收集队 好让孩子们后续升学 我就觉得这些小朋友小时候意气风发 为什么上国中之后失去了目标 我记得梁锦超讲的那句话 少年强者国家强 那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没有目标 不肯努力 那国家不会进步 那另外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小时候带着他们带了两年多 真的看了会很不舍 他是一个非常有热忱的老师 他愿意全心地付出 他的热忱跟他的努力 这是非常非常值得肯定 换人 换人 你看你不是这样的东西吗 谢再兴全心奉献在孩子身上 一手提拔的学生也很珍弃 由台中新一国小力行国中 大理高中成立的大理手球 至今拿下五个冠军 总算不枉费 坦东奔西走 借起了贷款的苦心 而且我被学生教了很多 那其实都是感动 突发中心台中报道